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这个 布鲁日我觉得最美最美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风车 这边有好几个风车 这个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地方环境非常的宜人 景色非常的优美 是我目前为止呢 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在此我不仅想到了中国的污染问题 中国这个国家 可谓是历史悠久 但是呢 近三十年 改革开放可以说 给中国的环境造成了 在过去三千年 所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而污染很多时候 是不可逆的 就是说你污染了 再想去治理它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希望中国呢 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经济压认为 这个 只有污染才能发展工业 但是我觉得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谁说一定要 要先发展后治理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存在这种 逻辑顺序 我之前在冠培文周地 也做过这个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我这个 已经阐述过了 我现在要在这里 欣赏一下美景 不了解 我得到夜子 才能发展工业 我们发展工业